上天改變了我的心意 有一天,婆婆看到的孫女 好像有點不妥 平時孫女心平氣和,很專心 但這幾天精神又不集中 而且一個人又好像很急躁 婆婆很關心地去問她 究竟你發生了什麼事 孫女真的很懶惰地對婆婆說 我最喜歡那顆波子不見了 是貓眼那顆 我很難很難才能拿到它 但現在就不見了 婆婆就幫孫女去找 但找也找不到 婆婆也找到很累了 就拉著孫女的手說 她說,不如我們求天幫助我們 好…求天幫我們找吧 因為那顆波子是我最喜歡的 於是,他們跪在地上 一起去求天 求完之後 孫女似乎好像平靜了很多 很快還做了自己要做的功課 之後就去了砌模型 到了第二天 婆婆想起波子的事 就去問孫女 但她看到孫女 又好像平時一樣那麼開心 於是就問她 是否找回那顆波子 孫女跟婆婆說 沒有…我還找不回 婆婆就跟她說 我看見你這麼開心 還以為你找回 孫女說,沒有 可能是天叫我不要再找了 孫女心情很好 還說天叫她去砌爸爸 上次買給她的模型 婆婆看到孫女很開心 幾天之後 還送了一盒新的模型給她 朋友,當我們一心一意去求天 除了有平安和喜樂之外 還會得到比原先想得到的更多 啊…